主席,各位委員同仁,請黃總長,天家入宅 你剛才在做話語言說明的時候,事實上你是大言不慘 總統你沒有違法,很多人都會議題題為哪些法 人民的期待是什麼?人民的期待是要終結後出國 總長,你要很清楚這個事情 現在人民最大痛恨的是重返未前時期,人人自為 我們希望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設計解嚴 台灣民主打退到這種程度,你還不清楚嗎? 總長,坦白這段時間,我們都是當事人,都紅包中的人物 我會在想,我會冷靜地想,也許是歷史的基業 和歷史的諷刺 剛好這裡面的人物都選得非常好 一個昏庸的違法亂紀,違憲的馬恩九 一個王院長,一個是我,一個是你 我們四個人,在這個當中,把歷史過去我們最壞的文化裡面 把他全部揭發出來 我們搭起這種歷史的平台 讓全國老百姓能夠來看待台灣現在是什麼時代 我從這一點來講,我有時候會認為是 也許老天派我們四個人來到世間 就是要終結國民黨 就是要終結特務治國 就是讓台灣現在體制能夠重新的確定 我想這個是最有意義的 就是要讓台灣能夠徹底推別這個六時代 此時此刻坦白講,我心情非常冷靜的 很多朋友,人家打電話給我 要關心我,不敢講話 然後才說我是誰啦,加油 現在已經告到這種程度 每一個人都擔心跟我通過電話的人 都擔心到底有沒有被監聽 總長,參與主成立的目的 不是讓你當違證者的筷子手 你說你依法 懷疑主治法就三條之一 你的執掌 你的執掌是判重大參與安全性 重大情緒犯罪 什麼時候可以做身子身防 你先回答我這條 包括我前面見通 背心的案子 陳恩主為什麼可以辦 知識違法 總長,你先告訴我 你現在跟馬安一九 不管怎麼穿通這種所有行為 你把這個監聽資料拿出來 去報告馬總統 陳恩主主治法哪一條是可以做的 委員好 剛才委員講到特務治國的觀點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先接受 真的我跟你回答 你的主治法裡面哪一條可以這樣做 包括辦前面電通案子 背信的案子 不是重大參與 包括這次監聽的結果 我跟委員報告 可能委員有誤會了 你先告訴我 我們不是以那個科委員 那個背信 全民電通那個背信的案子 來申請建議 報告馬總統 這些有關於 關說的 包括 鄭永福 包括 林修航等等 這些 你說這些行為 哪一件事符合特政主治法 你先告訴我 回答這一點 第幾條 你是可以辦的 不是這個案子是因為結案以後 今天 今天假如說我在 結案以後你可以拿這個東西出來 做證做證啊 你還在講 不是 案子結掉以後 案子結掉以後 案子結到怎麼樣 對 案子結到以後 我們就說這個案子告一段落了 不是行事不法 而是行政的不法 那行政的不法 你憑什麼辦這個案子 案子結掉 你什麼資格去把這個報告馬總統啊 因為前涉及的等級啊 甚至到大院的院長 還有保護的部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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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一公布啊 當年葉勝茂 把愛國人的洗錢資料 告訴 陳前總統 那個不一樣 因為他 因為他 海外情資的資料 是跟陳前總統有關 你的總裁重量資責在什麼地方 有向總統直接報告立誤嗎 不是 你先告訴我 這個因為9月6號一公布的話 對整個 政治的風暴很大 你是先 你八月多多一直 一直跑去 一直報告 不是只有那間當局報告而已啊 你們是 串謀起來 共同 你是共同震懷 馬來就是共同震懷 馬來就是在主導 這 柯委 我跟柯委報告 早就說我們今天 你從什麼資格去中總統報告 陳昭明檢察官當的時候 國民黨全部 要求他 你不可以跟阿北報告 他 從來不見阿北的 我問你一個問題 安子已經結了告一段落 你監控馬總統幾次 要公布 因為這個公布 對整個社會的震撼 對 我沒有解決問題 是 你總共看過馬總統幾次 兩次 兩次 還有一次等一下再問看看什麼時候 然後你要講清楚喔 兩次 OK 現在我們回到一個主題來 好嗎 各位委員同仁 我在一個地方 所以講說 曾經 我在記者會講說 這樣 台灣史上最大政治多爭 心目一言展開 是非常殘酷非常精彩的 但是我在這裡表演 我在這裡表演 我在這裡表演 角色之一 大家最大功能 就是把馬英國民調搞到9.2% 還會繼續下去 然後 我們希望能夠終結特務治國 我們希望台灣的憲政體制 能夠重新確立 這是大原則 這才是大勢大非 所有個人融入進退 都小事情 先告訴你這些 好 我的心態 終結國民黨 綜合未前幾次 讓台灣人們重返 這個民主自由 這才是大事情 所以 我在這裡要先問 問你一件事情 很簡單就好 你有關於你所謂關說這個案件 你在9月6號公佈這個 議文 這個議文是完整的 有去掉一部分 為什麼去掉 因為裡面有涉及到隱私的部分 沒有去掉一部分 有關於本案的部分 對 有關於那個科委委員隱私的部分 沒有去掉 但是 但是 官說是 在我們現行法律 是違法 行違法第四七條 是違法的不法施政 你能譬明 你要冷靜 你等一下會答錯了 我先問你喔 有關於所謂關說 你在9月6號在記者會公佈那些議文 隱私的部分不要講 和這關說有關的議文 是不是完整的 我剛才跟科委員報有去到一部分 不完整 不完整 哪一部分完整 就是有去到一部分 講說隱私的部分 就是本案的部分 有關說 這個地方不能講 不能講 有去到一部分 6月28號有去到一部分 什麼問題 沒有政策問題 你跟黑龍學的外公 是 沒有 關於所謂關說的事情 其他無關的 什麼隱私那個都當然去掉 對 關說這個事情 和本案有關的 你是不是完整的議文 對 關說的是完整 完整 對 你已經死了 到法院見了 怎麼會呢 你不要回應 看看你 你是解醫的部分 他後面還有 我跟隱私談的 你都和本案有關的 你 你死了 你死了 對 柯委員跟 跟隱私談的 要不要上訴 那個當然是跟關說有關 對 是完整的 我們到法院見 後是到記憶委會 完整完整 對 那隱私的部分 我沒有去掉 對 關於前 這個關說案 本案的部分 對 完整 OK 關說案是完整的 沒錯 這個正確定 我們把行 前面電動這個案子 個人同仁 這是一個 特定主不應該辦的 即便是被刑的案子 也是 不是特定主能夠辦的 我當 2008年的時候 我沒有重完 重完執政 第一個就是追殺我和阿伯 我還活到今天是 狗血脫生的 人都負重了 那共產用所有特定主 用所有的案子來 來 來框我 看到現在只剩下這一條 有說法院三戰西 等等 那這只剩下這一條 這一條 我個人 非常體會 深刻體會 快的手是什麼 什麼叫司法追殺 什麼叫爛前起訴 什麼叫爛前追訴 什麼叫爛前追訴 亞恩取共 什麼叫 洩漏給媒體 那什麼叫搜索取證 我 我 這五年多來走 來正常歷史 我是把這段 告訴王院長 前面正通案子 第一個 即便是被信案 也不是特定主能夠辦的 第二個 然後 起訴以後 外面就來流傳 你這個案子 是上面交代的 所以呢 一定有罪 民進黨 一定有罪 反正就是要 讓每一個人都有罪 辦理不判難 OK 所以你這個案子 就是一年 可惡檢訊條件半年 半年可以預告罰金 我不相信 碰人以外 果然如此 總長 你不要忘記 這個一審 判決結果 檢察官就沒有上訴 所以我始終是18萬 只有18萬的事情而已 一審是有罪 當然可以不上訴 檢察官沒有上訴 一審是判有罪 一二審都判有罪 等一下 你現在在說什麼 我講 總共不上訴 你知道嗎 一審跟總共不上訴 所以是我上訴 總共不上訴 最多是十八萬的 當時說到 所有大陸 我的律師說 十八萬搞不上訴 說我是民進黨 公共不上訴 我吞下去 我不是民進黨 何況我是總召 這會是我一輩子的死路 我為了18萬 為了證明自己司法 清白 搞五年多 好不容易再誤罪 二審怎麼樣 二審也是維持研判 把十八萬 二審解決官也沒有上訴 跟著說 誇下來說 該對我有利的真正不查 所以判不罪 下來 誇下來 跟醫生 跟醫生又判不罪 這一趟走來是五年多 你要注意 我在新聞過來買很多炸彈 你說 成功和和什麼關係 令人大錯的錯 我說你們有法官首會 有特徵組檢察官交所為政 也有 硬要陷害陳聰明檢察官 泄密 不曾反而陷害 愛神茂這關 這裡面 故事太精彩 我會讓期待 我們基隆委員能夠趕快開 我是被告 讓我 讓我來陳述一下 你是嚴告你就要來喔 好不好 我希望只有一個 基隆委員會 全程透明透明 比照所有委員 我們現在都是全國聯報啦 只要求這個而已 不要失色新唐 什麼叫關說 誰在定義的 不是馬英九定義的 今天代替委員 曾經有這個問題 我跟妳告訴妳 大家都知道 馬英九 一審了以後 國安人老室二十歲去 不要跟他們嚇壞 電視都看 公共團協迫要寫官說 不可以上訴 這不只有一次喔 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總統前期 2017年的時候 總統前期 曾經公主孫會洪泰 在2017年7月13號 也到特定組要求趕快辦 建養金的特別會 那時候現在已經請總統 2017年的時候 總統前期以前 也是曾經公主代罪 剛剛也有 還寫齁 許少平也有 希望四大天皇特別會 應該比到馬英九 能辦法趕快辦 這些都是國民黨 在關說 你們都沒看 你們十個派遇 這什麼叫關說 這是關說在公共協剝 這次直接端的 我是指揮我的心情 我的案子只有18萬個事情而已 是要 是要 表現我是理應黨 我妥協的話 我就是 我這個偶遇實物 馬英九 讓案子 總共四次 全部在總統前前 功能都在特定組上演 馬英九 馬英九 還在用 這是什麼是關說 馬英九 我是18萬個案子 馬英九是什麼 殘忽制的條例 而且牽涉到他總統 選中的大會 所以 我們人家抓狂 幾天都每天都關說 沒有插衣 就是這樣 結果那個人 你關說我自己關說 結果 結果 劉志強怎麼回答 馬英九是無罪 我也是無罪啊 這是什麼 什麼心跳 大家都 沒有 我們了解說 這款人 台灣的 這特定組是幹什麼 特定組是我最後尾 是我 後來 包括跟吳明列講的 吳文宗、諸葛藏、陳佑衡等等 打的地方去關說 他們要求一個 要同運行使 結果沒有辦法成立特定組 最後我去 跟阿伯講說 算了 給他同運行使 我只受擁捨 我跟阿伯 結果 以後 馬上辦我跟阿伯 合起洪施 從以前 阿伯跟我講 從以前寫死就是 國民黨要第兩次 五號 再嫁啊 所以國民黨要第兩次 就是 最怕手的 黃市民 就出現了 這構思就是這樣 人家都一直 幫你不辦難啊 是我們現在這裡講的 另外一個問題 你就好好想一想 你監聽我多久 一句話 從今年的五月十六號 到九月五號 九月五號 好 就過了 還不可以再補充一下 好再補充 九月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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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幾天 三個禮拜了 我當監聽票 連這個案子的監聽票都還沒有拿到 各位 你在那時候還算安法 我現在是 技術中心 向法院要了 法院到現在還沒有給我監聽票 你們在 你們在趁共 都不懂的 我跟你講 以後都會到法院去見的 各位同仁,今天本期要在這裡講了,請各位主義心 當事人,不好意思啦,我叫共產黨,聽你,不好意思啦 各位同仁,今天是歷史的時刻,今天我們談的不是徽政主 是要終結特務文化,特務治國 台灣不能再活到五十年以前了,每個人享受自由,每個人都沒有恐懼的危險 昨天報告立法院之前打電話給我說,你不要再打,你打一通,等一通以上就被監禁 大家都怕死,現在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想這件事 這幾天我給我掛通電電話,我不會出事 這是台安啦,這是民主社會啦,阿公的也沒有這樣 包括,會審先判,即便薄熙來,阿公也就要天明公審啦 所以我在這裡期待,大家要我們共同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共同維護憲政權體制,馬來講的江義法,共同破壞政權體制 他還可以上台嘛,他是應該下台,江華還要下台 國民黨和其難堪 昨天晚報,退守陽明山 這是轉進的喔 搞這麼難堪,而且自己講說,一守難攻 這個是做,替倒馬的人在吹票,吹出來而已 國民黨搞到今天和其狼狼狽啊,滿久用提議道德大旗 叫關收,裡面所做的都是違法案件,關收更嚴重 還印傳單道士去發,然後交代媒體,中天在這裡 天天作詞在這裡,天天作詞在這裡,天天作詞在這裡 天天作詞在這裡,天天作詞在這裡 天天作詞在這裡,天天作詞在這裡 所以人格,所以有個人攻擊 等著告,等著我要告你們啦 我過去很隱忍,這些生難民嘴喔 罵人家叫他們總統府,大家說 他們從外國的名字,他們從外國的名字 各位,歷史的最專鍵時刻是今天 我要講兩個詛咒而已 我們希望台灣是確定的民主宣證的國家 我希望交代共同的維護憲法 第二個,我們來共同來終結特殊國 大家如果再贊成特殊存在喔 他們要去跟他們害你 你知道嗎?他們要靠沒力了 這個,不管隨時政作是一樣的 這不是你以為的問題 是整個國家氛圍,國家要怎麼走的問題 在這個歷史的時刻 我扮演這種角色何其有盡啊 我希望,我和黃金平 大家踩我們肩膀傷心沒有關係 大家共同來維護這個憲人體制 大家共同來終結特殊國 所以今天談的不是只有會特殊組的問題 希望馬英九所言的大師非就是 這個才是大師大非啊 跟我們共同拜託的 人家共同罵的 要倒下 齁 人家共同罵的 人家共同罵的 有事喔 意思會很諷刺的 馬英九 我看現在周立難安啊 他沒有行為 沒有言 全部錯誤 所以我開記者會講說 前天打和高輝球一線之間 這是國家關鍵時刻 這是馬英九關鍵時刻 馬英九你是要前天打還是高輝球 有十二個子送給馬英九啦 勝負不在江場 勝負不在江場 沙拉底不在掙錢 馬英九最大敵人就是他自己 大家看這個才公的行法會唱 共同拜託的啦 大家共同罵 這就是死的事 大家親身來啊 共同拜託的 撐住了 下一步